再来看一束精彩的娱乐资讯 前不久在德国举办的第十九届欧洲音乐大奖上 顺利摘得全球最佳艺人奖项的韩庚日前现身广州 出席霸王中草药文化之旅韩庚邀你同行的活动 说起来自从拿下全球最佳艺人大奖后 观众在国内几乎很难见到韩庚 问下来才知道进来的他正忙着进军欧美市场 韩庚刚刚就在英国伦敦商业金融学院做了一次演讲 和当地的华人学生以及歌迷分享了自己出道七年的心路历程 除此以外韩庚还计划去更多的欧美国家交流 甚至动了跟好莱坞合作电影的念头 如果说跟好莱坞合作电影还只是一个愿望 那么韩庚在音乐方面可以说已经进军欧美市场 据他透露今年春节会在美国开一场演唱会 还因此无缘舌年央视春晚 在今年因为春节的时候我在美国 是会在美国或者跟小学生 感谢观看